你好,我是澳洲Henry 最近有很多朋友都问我 说澳洲现在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补助 究竟针对这次疫情的这些补助分别是什么 我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视频 让大家对政府给出的这些补助 不要再觉得困惑了 因为政府现在宣布一个什么给个人的 后天又宣布一个什么养老金的补助 确实非常的困惑 我今天会给你做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涵盖所有政府现在给出的补助 然后我会在下方给到你一个链接 你可以从这个链接点到政府的申请的页面 有很多确实可以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帮助 在我开始今天视频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无论怎么样这场疫情迟早会过去的 我希望大家知道疫情可以打败我们的身体 但是绝对不可能打败我们的性侵 经济不管怎么样都会回来 所有的一切都会回来 互联网上面的流量依然在 OK我会继续做很多的视频告诉你 怎么样用自己的个人品牌 怎么样用自己现在的互联网的技术 拿到更多的客户 帮助你引流帮助你销售你的产品 帮助你让自己的个人品牌变得更有价值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做的视频有用 我欢迎你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对你有用的信息了 这一次澳洲政府给出的补助非常的多 现在累积起来已经达到了3200亿澳币了 达到整个澳洲年平均GDP的大概在16%左右 很多人会觉得16%没什么对不对 但你想面对一个年收入10万的人 然后他每一年要花9万9千 只有1000的存款 然后你让他拿16000澳币去治病 其实是很艰难的澳洲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不仅是没有结余 而且他是有大量的负债的 他是一个几乎是负收入的一个政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前预知了这么多的GDP 其实对未来的经济压力会很大很大 但我相信的是什么呢 有压力就是有危险 有危险就是有机遇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给出的这些补助 究竟有哪一些可以刺激经济 有哪一些可以对我们的经济恢复是有帮助的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次给政府给的反应 跟给出的金额的力度都非常非常的给力 甚至有媒体戏称说Morrison现在才成为澳洲真正的总理 OK 那给出的补助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你把所有的补助归一个类你就知道了 其实只有三种 一种是给到个人和家庭的 另外一种是给到企业的 最后一种呢是给到了整个这个国家的信用链的 信用链呢是跟银行相关的 是企业个人的一个偿还能力 OK 那这三个部分的付款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呢 首先是个人和家庭的 个人和家庭的这个补助呢 更像一个表面功夫就像一辆车你想撞坏了之后把它修好 你修了表面修了门修了窗 但是没修发动机是没用的 个人补助就是这样 因为你给到他只是解决了他的蓝莓之急 让他买些生活物资 但是这笔钱不会对经济的恢复和这个疫情后面的影响 产生任何有利的一个影响 但是你又不得不给很多西方国家像澳洲一样 他们的这个人均家庭的这个储备 其实很低很低的 像澳洲最贫穷的20%的人 他们的家庭的就是所有的资产加起来的价值 只有不到4万澳币 所以这个疫情对他们冲击很大 当然政府在个人和家庭这块的投入比例 到目前为止也是最低的 而第二部分呢是给到企业 企业就好像去修那辆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企业才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 因为企业当企业拿到钱了之后 他不仅可以支付工资给到他的员工 他还可以保证 他可以支付他的一些必须的费用 OK 而企业增加了采购 企业正常运转 才是这个整个机器正常运转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最后一部分呢是信用链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去修复信用链 其实在过去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由信用链的锻炼而引起的 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当一辆车紧急刹车了之后 往往是很多辆汽车集体追稳 OK 当一部分人选择不去旅行他的义务的时候 倒霉的是整个这个信用链里面的了 OK当A选择不给B付钱的时候 B也没有能力去给C付钱 C也没有能力去给D付钱 所以在这一块政府的投入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把现在政府给出的补助分成三类 就是个人家庭 企业还有就是信用链 首先是针对个人的 个人的政府首先第一次给出的是两次750块钱的一次性的补助 第一笔给到的补助时间是3月31号 下一笔会在7月份直接给到 拿到这块补助标准的 主要是之前可以拿到所有政府补助的人群 失业的救济金的人群 拿到政府的补贴的养老金的人群 还有各种其他的人群 退役的金人等等 都可以拿到两次的补助 而另外一笔补助是每两周给550澳币的一笔补助 这一笔针对的人群主要是一方面是失业在家的 现在在找工作的人 另外一方面是符合领取像Youngs Allowance 就是年轻人的补助 还有Parenting Payment 父母抚养小孩的补助 以及之前可以在政府领取到社会补助的人群 而这个550澳币会额外的支付给他 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到他之前跟政府领到的任何补助 而接下来的一些补助主要是针对养老金 一方面是你可以提前预支你的养老金 但是你要符合政府的标准 你不仅可以在6月30号之前提前预支1万澳币 你还可以在6月30号之后再提前预支1万澳币 这一块就是针对个人和家庭的 我们会把申请表格的链接放在我们下面的评论区里面 给到企业的补助主要第一部分是提高企业的现金流 首先从2020年1月份到2020年6月份 会提高会给到一个企业最高到5万澳币的一个 pay as you go的一个refund 在6月30号之后 他会将你原来已经refund的部分额外再给你一倍 OK而pay as you go的tax是你建立在你自己雇佣了多少人 才会产生的一个开销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2020年第一季度 这家公司交了比如说2万澳币的一个pay as you go的tax 政府会把2万块钱都退给他 而在第二季度他又需要交1万5千澳币的pay as you go的一个tax 政府也会退给他 而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政府会把他上半年退给他部分的2万澳币加1万5澳币 再次补贴他一倍 也就是说他原来只需要上半年交3万5澳币的pay as you go tax 现在不仅不需要交而且可以拿回3万5澳币 第二个补助也是在税务上面是针对营业额在5亿澳币以下的这些企业 他会将原来企业的一个3万的write off提高到15万 那什么是write off呢 write off基本上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器材的损耗你的折旧 还有你的一些坏账你的一些呆账等等 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一辆车是10万澳币 你今年本来只可以抵比如说2万澳币的税 但是你今年就可以把10万澳币的车全部都用来抵税 这个既保护了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现金流少交税 同时还鼓励了企业在疫情期间乐观一点 可以多去采购一些装备一些设备做一些重大的投资 而针对企业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高达1300亿的一个补助 是帮助企业留住他们的员工的 这也是一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最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OK这个政策是什么 如果你的企业营业额在10亿澳币以下 然后因为疫情的影响 你今年的营业额下跌了超过30% 你就可以享受政府的福利了 如果你是超过了10亿澳币 那就下降50% OK政府会给你多少 只要你有一个澳洲本地的全职员工工作一年以上 政府会帮你支付他薪水的很大一部分 具体的金额是一个月大概在3000澳币左右 这笔补助的金额非常大 所以会把申请补助的链接放在我们视频的下方 你也可以去申请 因为这一块现在给出的标准 其实非常的模糊 我建议大家 尤其是如果你经营一个企业 赶快把这个先申请了 包括你自己是so trader 就是你自己个体户 或者你是一个那种合同工 OK你都可以去申请 只要你有自己的ABM符合政府的标准 其实营业额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 很多企业应该都知道 营业额这个东西是很容易调整的 OK 即使在税务角度上也是的 就是我可以把今年的营业额 跟上一个财年的营业额进行一些置换 所以这块非常非常的模糊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尽早的去申请 尽早的把这个位置先站住了 还有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给企业也提供了很多的福利 就拿穆阿本政府来讲 穆阿本市的政府 市中心的政府 只要你的公司在City of Melbourne市政里面 然后你再尝试把公司从线下搬到线上 或者你在学习怎么到线上 你开始了一些培训 然后你因为疫情期间学习 整个团队的能在上课产生的一些开销 政府都会补贴给你 最高可以到18000币 而最后一点我想跟你说的 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澳洲政府投入了大笔的钱 在修复整个社会的信用链上面 他怎么去修复信用链的 是针对企业 企业会更容易拿到贷款 而很多的贷款是几乎是免费的 针对企业已有的贷款 企业可以把现有的贷款 选择疫情之后再去支付 而现在的贷款的利率 也可以得到一个大幅的降低 而针对个人 对于一个家庭或者个人来讲 他每个月要支付的最大笔的开支 其实就是还给银行的贷款 所以澳洲政府现在跟银行合作 不仅会降低你已经产生的贷款 每个月月供的利率 同时它也会帮助你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困难 可以把现在疫情期间需要还的贷款 累积到疫情后面再去支付 我们自己已经有人试过了给银行打电话 然后银行会非常愿意帮助你 无论是帮你去申请延期 还是降低你的利率 所以如果你的利率是比较高的 你完全可以通过跟银行打电话 跟他沟通 把自己的利率降低 如果你们在申请的时候遇到困难 你可以在留言方留言好吗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跟你分析的 在整个疫情期间 澳洲政府给社会提供的所有的福利和补助 你这样是不是更加清晰了一点呢 我今天给大家录这个视频的目的有几点 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现在你的生意还在线下为主 你完全可以考虑往线上转移 线上的流量其实非常非常大 你看现在大家都待在家 很多的流量都是可以在线上以很低的成本拿到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疫情期间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学习去探索新的机会 如果你也可以做一些整理 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 分享给你的用户 分享给你的目标人群 你是不是也可以轻松的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流量呢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点击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资讯了 或者你如果知道澳洲政府 有没有其他任何补助或者资讯的 麻烦你也在下方留言 我们未来还会跟你分享更多的技巧